4月22号 正值农历3月3 议称上四节 是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 当天 两岸上百名青年走进厦门博物馆 参加盛世华商清联品格活动 身着华服欣赏一路清联为主题的中华花艺 青年朋友们可以身着华服 然后在牧村三月 希望大家可以去追求塑造自身中通外职的君子品格 源于六朝 新于唐宋的中华花艺 是东方传统插花的典型代表 作品《种意趣》融入诗余画的文化内涵 体现传统文化所追求的自然境界 传承至今的中华花艺 充分利用空间花艺装置 以工艺技法实现色彩 几何形态与材料的融合 同时达到了五感的沉浸式体验 中华花艺它最大的特点就是包容万象 它什么样的植被都可以去运用 它有理念的基础 也有创造的基础 也有造型的基础 也有写景的基础 那还有星象的基础 今天这次的作品 大部分都是以内心世界来承载 花艺展主创者常定华告诉记者 为了展览 他带来了64件作品 作为一门舍得的艺术 由煮枝到煮花再到叶子 塑造作品时 他每次都剪裁干脆 来到大陆后应取材广泛 常定华更加如鱼得水 他期待能通过作品 推广中华花艺与传统文化 现在都是花器上面 我们这边已经做得非常的好 我们也不再是说 从台湾那边搬运过来 那在这里它已经发展得非常好了 然后我们在应用的植被上面 这边更丰富 为什么这边是大山大水 它在这边的植被上面 是我们发挥的淋漓尽致 我可以这么说 很感谢 除了花艺展以外 现场还有厦门市南乐团 演奏以千古名片爱莲说 为词谱创作男音新曲 在线传承千年的音乐活化池 据了解 此次活动将持续到5月18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